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好了,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今集的新節目 如果大家有看到視頻 我們也是終於三個人在一起 沒錯 大家看到,我們今天就開個題目 就是講AI 我不是沒話說的 但我又覺得應該由Isaac先說 是嗎? 因為我又認識Isaac 尤其是剛認識Isaac 到他結婚之前 我覺得其實他都挺AI的 其實很感動的 我們知道原來AI都可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 哈哈哈哈 那今天講AI Isaac你有什麼功課做到回來 作為AI界的代表 作為大家都沒有做功課 而只有你做過功課的 我有做功課的 是的 那這樣呢 我對於這個電腦程式是完全不會寫的 嗯 我是以前上過幾課而已 寫完一些很低能的就懂 嗯 但是據我所知呢 這個AI和正常 我們這麼多年來一路會寫的電腦程式 是有一個項目是顯著地是很大差別的 嗯 那個差別是大到一開始以為那些人 即是那些人發展電腦的時候在想究竟 我們那些電腦板有沒有可能可以做到AI出來 嗯 曾經AI是去到有個項目是發覺做不到的 不是 即是他雖然做到一些有些好像懂得思考的事情 但是 但是沒有辦法去到我們期望有的效果 嗯 這樣呢 其實AI那個分別就是說 如果我們傳統的電腦程式 我們進入一些input下去 那個答案是必定是那個答案 嗯 但是AI就是要求 要有思考的 要入 不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入差不多的東西下去 他都會出答案 嗯 而且是他出我們想要的答案 嗯 那電腦怎樣可以接收差不多的東西 然後他又會採用 這個才是一個問題 嗯 而又會採你應該 是啊 嗯 就是說 原本電腦認人的那個program 是你要exactly 要完全向一開始拍照的那張照 你要擺到它完全跟那張照一樣 嗯 他就認到你 嗯 如果你加了眼鏡 然後去想 我可不可以洗走這個眼鏡之後 我再認回你呢 那麼一開始那些低能AI就是做這件事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側了 他就認不到你的了 加頂帽 搓一點點 是啊 加頂帽換了髮型 化妝 那天不夠睡浮腫一點點 是啊 最大問題就是 你側了他就認不到你 嗯 就是因為你的立體 你一側了 他那個眼耳口鼻的比例是不同了 嗯 嗯 那麼呢 傳統的電腦程式是沒有辦法認到的 嗯 那麼跟著那些人就在那裡想 我要認到 就算我 這樣 令人 他都認為是同一個人 那於是呢 就是想了很多東西出來 嗯 就是看一下怎樣才做到 嗯 那麼呢 其中有一個 我相信是關鍵性的東西就是 他們要用四核心晶片 這樣呢 那麼這件事就是 霍金有個朋友叫Woger Penrose 嗯 那麼他就寫了一本書呢 就是說 我其實是沒有認真看過 我只是看完圖 嗯 因為這本書呢 他已經厚了 他還要的字呢 是小到非常之小 那麼就是一個非常之深言之後 有非常多字 有非常之厚的書 我不想看 那麼 所以我只是看了圖 你可以這樣的 你還在看你的形象 所以呢 我是建議AI第一個 可以走到的 就是AI幫忙看書 哈哈 是啊 AI幫忙看書 然後吐一些精華出來 是啊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是的 他說 只要在平面上面的電路圖 有一些思考是沒有辦法 無論你用什麼方法 你都沒有辦法 在一個平面的電路圖裏面 整出來的 他本書的主子是想證明這件事 嗯 嗯 這樣呢 於是呢 就 推論的結果就是 如果你有四塊晶片 四塊電路圖 他是打直立體這樣搏 嗯 能夠想到的東西就會多很多了 就是以前沒有可能想到 現在變成有可能想到 嗯 嗯 為什麼要四塊呢 還是其實越多好 越好呢 是越多越好的 嗯 其實 只不過說起碼有四塊 嗯 其實最理想的就是 用晶片 他根本整個線路都是立體來的 嗯 那就變成多向性了 是的 那他可能就想到 好像人那樣想事情了 嗯 嗯 這樣呢 是有另一本書呢 講過一些類似 或者是叫做有關係的東西 那就說 海蝸牛 就是一個好像甜譽那樣的東西 但是在海底生活的 見過見過很漂亮的 海蝸牛 海甜譽 是海甜譽 是的很漂亮的 那些生物學家就說 海甜譽呢 原來他只有 二千個細胞拿來想事情 嗯 但是他的行為 是令你覺得他是 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是有思考 嗯 那為什麼二千個細胞這麼少 都可以做到這種這樣的 表現出來呢 其實很簡單 只要你不用我屁股來想事情 就是看那個二千細胞放在哪裡 哈哈 哈哈 對不對 他說 他說 最重要的是 細胞怎麼搏 嗯 他說原來呢 你有圖片這樣搏 就想不到 亂搏就會想到 哦 反而是亂搏 我還以為是要有一個 可能那些叫什麼 有格式 有格式 或者是水晶 這樣有一個 MATRIX 是的 這樣多向性 就是這樣 反而是亂搏就更厲害 是啊 你一亂搏就變成 一定不是在一個平面畫到的東西 嗯 嗯 所以呢 就算你很少神經細胞 他都可以想到一些正常 電腦想不到的東西 嗯 嗯 所以呢 就 就是我覺得這個四核心 都是一個AI的發展里程碑來的 嗯 但是將來那些人是應該在那裡想 整個晶體的電腦的 那你這麼說 我們現在在坊間看到就說 嗯 還沒出而已 那經常都在說 美國政府後面 尤其是軍事啦 是在說 就是爆料的人出來說 他說他在地上裡面 正在用的科技 起碼領先地面100年 是啊 那你這樣想 其實應該下面已經是 很完整地做了出來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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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呢 就 其實 其實AI 處理語言 那個 那個難度是 更加難 就是這個 營養已經是 在AI範疇裡面 最容易的東西 嗯 就是究竟我們看 看 Facebook 中國 對 那些認人系統 已經根據一些點 是啊 那就是 就算你是化妝 戴眼鏡也好 他也是認出你的樣子 但是那個認人 未必是關於思維 可能是純粹 因為他也是看那個 用那個方法 在一個輪廓的某個位置的數據 去認而已 是啊 都不是去到 就是去到那一句 那如果打到你 腫了 但是我們用人的思維就是 你打腫了 都 我都應該認到你的嘛 還有一點東西是認到你的 是啊 人是認到的 是啊 但是那些機械 或者用那些程式的話 就未必的了 是啊 是啊 因為他們也是根據你的樣子是怎樣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一個大數據裡面呢 你都幾難可以再走掉 或者其實他要有心找你 還是找到你呢 就是 現在他們是用了這個叫做 人的骨架 行步 行路的時候那個 那個 慣性 慣性 因為每個人不同的身高 不同的步伏擺動 就是應該去到 如果你樣子都看不到呢 都可以 大概猜到你是誰 看你平時的格是怎樣 是啊 所以已經去到 已經就是說 如果你要回中國呢 就是 真的不要做壞事 要做壞事 或者他有心想找你呢 其實都幾難找不到的 是啊 那 就 說話 就是 對答那個 AI的難度更大 就是因為 其實 大部分詞語 都是有幾個意思的 嗯 那 然後呢 比如 就是 就是 某些粗口 那個高音的位 和低音的位 已經是 不同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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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多H謝你呢 那裡AI你就知道 而且是真的 Ariel 是 沒錯 很方向 謝謝我啊 還是其實他是說 反話而已呢 是啊 反話更差 就是說 那些 那些句子的意思 是固定 是 那個人 有習慣 然後 那個習慣 還有是 不同的 不同的場合 有不同的習慣 这样你就要在谈话过程中 是要发现到这些东西 跟着就做判断 这样在这个 就是其实呢 你叫那个AI看完编语之后 告诉你听 不用原本的意思 告诉你听 他说什么已经很难的了 但是如果你要AI跟人聊天 而令人觉得那个是一个人 那个难度就更加高 不关乎我早期跟你聊天的难度 都很大 其实你猜 你说话哄到阿嫂睡觉快点 还是AI说话哄到阿嫂睡觉多点 我猜他 那关于这个AI的界定 就是说到这里 我对AI其实就是 那个认识是来着早期的机械人的东西 比如你看卡通看电影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对着说有一个AI 其实都是一个故事里面 有一个机械人 有一个独立似人的思考 但只不过他就 当然没有人的情感 或者说话会生硬一点 但是我们在这个科幻片里面 看到的机械人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里面有一个设定 其实都是关于一个三大科幻小说家 其中一个 艾西莫富 英文名 艾西莫富 对了 你讲完识了 那他在科幻小说里面 那个故事叫做机械如帝国里面 他就创造了一个科幻小说里面 经常都会用的那个三大机械人的法则 那也是之后所有的电影 关于AI 机械人 怎样跟人的发生的东西 都是好在这个三大法则里面 不停地loop 或者一些演变的 那我讲了三个法则 因为其实就 其实对于这个界定 我觉得很难的 就是到底AI和机械人 其实是不是有分别呢 还是其实如果机械 即你的意思是AI和不是AI AI和机械人其实有没有分别呢 机械人即是他不懂得思考 因为AI就懂得思考 是的 就是你要分 就是可能在不同的故事里面 有些叫做没有AI的机械人 总之他就跟着方法 你要些什么 yes sir 即是很生硬的那些 去到后来那些可能 Goshenichelle 再后一些可能 曾经 Peter看 很喜欢看的 叫什么 Galactica Back to Star Galactica 我不敢说 因为已经说得很难 那些可能去到那些AI已经是 有肉体 已经是分不了的 是的 有时都会觉得AI和机械人都很难分 或者我们当它AI的定义 我自己的定义就是 AI是应该有拥有自己的一个思考模式 是的 而机械人就纯粹根据那个程式去做某些东西 但是总之有这三个法则 我觉得其实无论是机械人或者AI也好 其实你都会跟着做的 比如就是 第一个法则 就是机械人不能够伤害人类 这个包括就是说AI 一旦都会这样认识的 是的 或者去 就是 助视人类是受到伤害的 这个是第一个法则 第二个法则就是 除非你是违背了第一个法则 就是AI或者机械人是要绝对服从人的命令 那第三个法则就是 除非是违背了第一和第二个法则 就是AI和机械人都必须要保护自己的 那这三个就是艾西莫夫在机械人与帝国里面 提出一个机械人三大定律 然后就流方百世 然后就不同的科幻小说 电影 就会在这三大法则里面 就继续处理一些不同的故事 或者会创造有第四法则 第五法则 就是说在一些特定的情况里面 机械人或者AI 如何同时又冒犯了这三个法则 但是又要去处理第四样东西 那基本上有很多不同的变咒 阿莎莎莎莎再重复三个法则 因为为什么想你重复一次呢 我想对比一下一出电影 嗯 《自动机械人》 《自动机械人》的 我们之前某集里面都讲过的 他里面有讲过两个基本机械人的法则 我想看看这两个法则跟你那三个的差别 第一个法则 AI或者机械人是不能够伤害人类 或者坐视见到人类比受伤害 嗯 第二个法则就是 除非你违背了第二个法则 不是 AI或者机械人是要绝对服从人的命令 嗯 那就是说 你不可以因为服从人的命令 就去杀了第二个人 嗯 这个违背了第一个法则 那第三个法则就是 除非你违背了第一和第二个法则 就是AI和机械人是要保护自己的 嗯 有些相弱的 嗯 这出电影里面所讲的两个法则 它叫守则原则 第一个就是说 不能伤害任何形式形态的生命 就不单止是人类的 嗯 第二就是说 它不能去擅自 修改 或者是修补 或者去改变 它自己或者其他的机器 你讲到这里就是 刚刚之前就是有一个 就是说有Google的团队 团队团了两个的AI 那分别放了两部电脑 就由两个AI 就他们创了一个 就是那些团队后面 就创了一个电脑语言 是让这两个AI是会互相沟通的 嗯 但是谁知道就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呢 当这两个AI沟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那他们发觉呢 这个语言是比较慢啊 比较短啊 那么他们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语言 那两个AI呢 就说了一种新的语言 令到大家沟通的时候呢 是更加适合的 我刚才那里呢 说了一点点 我说不可以去修改改变 或者是维修其他的机器 不是机器人 嗯 就是AI了 嗯 那当然在电影里面呢 就有其中一个 这些机器人呢 就所谓觉醒了了 无所谓 他的创造者呢 是将他debug了的 嗯 就是容许他违抗第二个指令 是 就是可以修改自己的 嗯 那么那个剧情不说了 因为之前我们某集都说过 好看的出电影来的 嗯 中文名叫什么 我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了 我看那个大陆版而已 应该那个译名也不对 总之就是automata 我们投放在那个 我们的网站那里 是 但是这个 terminator 嗯 terminator就是人工智能 上了网 嗯 然后他为了保护自己 就殲灭人类 嗯 那为了殲灭人类 就修改机械人 嗯 嗯 是的 那接着呢 其实这个Isaac Echimeth 所定的三个法则 是一些人去 发展人工智能机械人的时候 以后要遵守的道德而已 是要遵守的 但是如果他不遵守呢 是的 或者也都可能有 有些地下的科学家 或者我就是想 试下不遵守会发展成什么呢 都可能是一个project来的嘛 是的 那就是说 你是要那些科学家 现在在写AI程式的时候 将这三个法则 写下去的程式那里 然后那个AI呢 是要 不是 是要令到那个AI 没有办法 可以拆走这三个法则 嗯 那首先就是 你做机械人那时候 那个人 根本未必肯写下去 那如果你 军用的AI 那已经 没有可能会 前撤到 是这样的了 他就是特意想去 另一个国家 去做事的 然后你 然后你还懂得去 识别样貌 就是好像 这个X-Man 其中一集 就是说 他们的AI 是会根据你的DNA 去查到你的 嗯 某些DNA的人种 他们会自动地 吹死你了 就是刺客 是的 其实我是有想过 如果你要弄 人工 喂 AI机械人 最值回票价的做法 就是去杀人 嗯 其他东西 为什么跳到这里呢 不是 我是想 就是说 你想想 如果要弄到一个机械人 要好似人 似到你杀眼 十秒钟之内 认不出他是人 嗯 那么他一定很贵 认不出的是机械人 认不出他是机械人 没错 就是你说这个 图灵测验 就是有一个 就是AI现在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准则就是 那么他要是 过到这个所谓叫图灵测验 就是就是 譬如 会有一大堆的问题 去问这个AI 而这个AI的回答对应呢 是 根据这个法则里面呢 是 令到 测验他的人呢 是不知道他是机械人 或者是电脑程式 是这样的 对 他现在给Isaac做做好一点 哈哈 Breakersel做 哈哈 不是啊 但是如果你要人工机械人 是 我看得到你的样子 看十秒钟 我都不知道你是机械人 嗯 要做到这样 是不是起码会贵呢 贵啊 就是好像Westworld那样 就算你大量生产都贵了 呃 看看哪个国家做吧 哈哈哈哈 接着呢 譬如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要这么似 起码几百万美金 嗯 几百万美金 我做什么可以赚回 这个几百万美金所值的东西呢 嗯 就是做军人 嗯 因为你打仗 哇 你每一粒子弹都是值钱的嘛 那就是说一个兵仔出去 出去 住手啊 就这样坐在那 就每天几万元的嘛 嗯 那么贵的东西 你如果用机械人 就可以抵抗那个价钱了 嗯 但是如果你要 这个机械人去 执行这个 刺法 士兵那个 功能呢 或者是AI 你其实没必要做到他像人的 但是你唯一像客就有必要的嘛 是的 是的 但是我觉得已经是跳着了 因为你 已经是不需要 去到那么远的 说像客 因为我觉得 只要那个AI发展到 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他譬如可能上了网 他可以用最有效的方法 去杀一个人 或者去破坏一个地方 其实那件事是最快靓正的 是啊 尤其是当个AI 如果能够上网的话 就是譬如现在有些 是 在说警方 是有些查案的AI 就是譬如可能 将这件案的 所有的资料放进去 那么他就自动和你分析到底 最有可能的逃走的路线 或者应该大概是什么人 又或者根据大数据 我查了你整个人 你最近突然间你每晚三点钟 都突然间有些不同的东西 那么你和这件案 可能的可能性是有牵涉到的 这样 是啊 所以其实AI运用在军事方面 是 肯定是最先的了 也是最有兴趣去用 尤其是正如刚才你所说的 你说有什么最快赚到钱 那就是杀人 是啊 是啊 那不一定是军人 那你怎样用最快的方法 又最简单可以杀一个人 那就是AI是一个相当之好的应用 是啊 尤其是重要AI是没有一个道德的层面 是啊 对于他来说 杀一个人 和杀一百万的人 对于他来说 可能他是完全对他来说 没问题 都是这样做的 只是充电而已 但是对于这个可能就是人的话 就是可能你做军人的 我实实我都可以 但是突然说 我要杀一千万或者一万的人 你就突然 你会被那个想起的画面 或者牵涉的数目 就已经有所限制了 是啊 他可能会想 我杀了我的上司 然后自杀好过 嗯 是啊 那么 那么 就是我刚才是想说 其实你的智能机械人做出来 做的人是很想违背这三个道德原则 嗯 嗯 他就是想拿来杀人 嗯 嗯 那么 而至于这个人工智能 他会不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去杀人呢 那么你 我不知道他会进化到这个地步 但是如果人工智能他要想杀人 你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到他呢 你阻止不到 嗯 也有的 有时候有些东西很老套的 问到这么高科技 可能其实就是拔过电键而已 是啊 对不对 是啊 有些东西都可能是 就是对于高科技 处理高科技有时候需要一些很低科技的东西 是啊 就是无论如何都好 AI那个输电系统都是拔得仔和拍得的 哈哈 哈哈 我想如果 首先 首先我是 就是人型机械人呢 一开始 我就是经常想 是因为那些人喜欢机动战士高达 嗯 所以他才会将那些机械 就是拿来打仗的机械人 弄得好像人那样 嗯 如果用实用方面去想 是没理由弄得变成人 没错 没错 就是起码都好似高科技 说一会这样 里面那些Tachi Gorma 是用蜘蛛型的机械人的 是的 方便他在不同地方活动都可以 是的 蜘蛛型是非常之好用的 嗯 甚至你好像在这个星球大战里面的 那些机械人大战他都不是人型的 是的 那些是正常的想法来的 嗯 整个球这样 是的 嗯 这样呢 而这些机械人呢 最有效的 不是 就是说如果你要用人来跟那些机械人打呢 是人是没得打的 输了 不是 我刚才说我们回来一点 因为现在也浪费了一点 因为其实机械人是另一件事 我们在说如果AI 就是如何 如果AI可以发展到 就是他有自己的思维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还有 就是到底现在 譬如在AI的应用 在各行各业如何应用 去到什么位置呢 就是譬如我听过就是 可能有人是炒卖金融的 就是他应该说 就是如果用AI 或者现在已经有银行 大银行 已经在用电脑程式 去炒卖 或者去做买卖 这样 你人手double kick 都可能在用差不多接近一秒 那对于电脑买卖来说 可能是零点几秒 已经做完一个买卖了 是的 那如果你在说可能你是在做投资的 那如果你在AI的出现的话 就是可以令到 很多原本在网上世界 做的事情 其实你都是已经 有变成奴隶的 是的 我在想完全不同的事情 不知道会不会完全打叉了 那个话题 嗯 有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呢 嗯 你们有看卓臂的 嗯 是啊 大家观众听众应该有看 嗯 那么 结尾那里就是说 男主角他将他的整个意识 进去 进去 进去到机械人那里 嗯 看起来很硬生生的 一个一块铁这样的一个 个体 那你们会觉得 如果将 他的意识这样 过去一块铁这样的东西 那块铁呢 里面有个人的意识 他还算不算一个人 我觉得他已经不算一个人了 我觉得他算一个新的生命体 Isaac那里呢 我觉得连生命体都不一定 不一定是一个生命体 嗯 即是一个意识 是一个意识 不是 可能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意识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意识 好了 那就再退下一步了 嗯 Transcendence 里面讲了 Johnny Depp 嗯 他将他的意识 上传到网络那里 嗯 那又 是不是一个人呢 不是啦 因为我觉得人呢 其实也有个限制的 人呢 首先就是有一个人的本性 就是首先 你无论在 即是你无论如何都好 在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候 人都是会想自己求生存的 嗯 是的 但是当一个意识 去到上面的时候 那么他已经无了肉身 那么 你除非断了整个网生命 他仍然有那个 我们叫自我保存 自我保存的意识 嗯 但是譬如 所以你这个论论 又可能说不通 也是的 但是还有令那些人的 肉体而影响 可能你 对 你没有肉体了嘛 那么你对饮食 就已经没有这个欲求了 是的 我是特意退一步的 嗯 因为一般人呢 我去问呢 都会觉得 Johnny Depp 这样推出了一个网络 应该不可能再叫做人的了 嗯 没有肉体没有什么的嘛 人基本的那个 界定就是起码有肉身 决比那个呢 大部分人我问过 都觉得不是人的 那么如果 是一个 在中间 看下去像人的 一个个体 就是意识 移动了过去 那又算不算人呢 就是可能 看下去像Isaac那样的 嗯 你割开 都见到一些电线 即是患事 对对对 即是 都会用到过去 又算不算呢 是的 开始很模糊了 好了 那大家觉得模糊的时候 如果那个科技可以做到 譬如用复制科技 弄出一个肉区 嗯 将个人的意识 过去 那又算不算 是的 其实这个呢 就是近期 Netflix都颇 火热 糟了 用了大陆的词词 火热的一个 剧集 Altered Carbon 嗯 全看了 对了 他探讨的其中一个主线 即是银翼杀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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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都是属于 Cyberpunk作品 就是那个世界是很相似的 但是譬如 譬如 其中说 即是里面有一个最有钱的有钱人 就 他的意识呢 就每两个钟头呢 就会是 送上云端 是的 变成一次的了 就算有人 堆倒他肉身也好呢 那么 云端两个钟头前的意识呢 就会完整整去回 新的福祉人 他预备好的一堆 福祉人的其中一个 是的 那他就会再出来 但是顶碰就是 他这个是一个两个钟头前的意识 那你知不知道你的故事教训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iPhone 你处置得密一点 是的 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就是 他幸好设置两个钟而已 是的 如果他设置两秒钟 其实没有故事可以 没有故事可以做的 是的 那算不算呢 那算不算是人 就是他得到一个生化机械人那里 生化个体 是不是叫机械人不知 生化个体 是的 嗯 算不算呢 那算不算是人 嗯 他会以为自己是人 但是在潜意识里面 他迟早发觉自己不是人 你觉得他 是的 其实你应该是哲学的东西 永远 不是不是 但是你老屈他的 你觉得他潜意识 觉得自己不是人 是有根据的 因为你的潜意识 是会告诉你 你要生存 生存是包括了你要吃东西 因为他吃东西 生长 他可以生长 就是如果他是一个生化的载体 而载体本身就真的有生长的话呢 有啊 就是比如你复制羊多利 这样他正常都要吃东西 要吃奶 也会肚子 那他完全是一个人 这样 那就是说你那个取决 就是在那个 肉身的个体 那个素质是怎样的 会胖 你看到那个铺牌先 就是你上网上网 你觉得不算 好像卓鼻那样硬斑斑的 不算 看上去像人 你割开有电线的 也不算 但是复制出来的 但是用科技的 弄出来一个肉体 一个个体 你又觉得算 算了 那就是这条线的界别 就是我割开你 有没有电线在里面 是不是这样 因为譬如Balastar Galactica 它是其实隐喻着想探讨类事的 那群Cylons 看上去跟人一样 割开也会有电线的 难保它再进化 就没有了 因为它已经有用一些 有机械的 一些结构 机械 是的 当然它因为它是Cylons 它那个意识 那个智能 它运算的部分 就是用科技做出来 不是我们人 原本有一个灵魂 但是探讨的那个点就是说 其实从来有没有人可以肯定 我们这个意识 Isaac Osyris 我的意识 这一部分的 软件 会运算那部分 其实 我怎么肯定 其实我不是被做出来的 是的 即是反正 好像你好像聪梦 可能解开头 其实里面是一块晶片 是的 是的 尤其是好像之前 Bate Runner 即即你有你之前 可能教书 成长的记忆 可能连那些记忆 都是连进去的 可能其实有到尾 你是在琴才背出厂 如果不讲到那么神怪 如果我们相信 要轮回学说 其实都是差不多 我们的意识 我们叫灵魂 或者 可能都是属于一种AI 是的 死了之后 接着又下轮到另一个个体 当然那个个体 今次就不是用人工的科技 譬如说用复制科技 用cloning去做的了 就是有个妈妈 肚子里面引育出来的 你下载了下去 那又怎么看呢 其实概念很接近的 这条线 都很模糊的 想到很乱 你知道吗 之前不是曾经说过 Core We Good 好像记得说 Core We Good 其中一集 就是说我们这个宇宙 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 我这个宇宙 其实是另一个宇宙的 因为AI是创造出来的 这个爆了 这个就是爆了 这个爆了 但是又不代表说 整个宇宙就是AI创造出来的 但是说起码我们这个宇宙 就是AI创造出来的 但是我们又是生木 那到底怎样呢 这件事 那又拉 都不是拉开的 相关一个讨论 就是Netflix 又近期也有了出的剧 都不近期了 做了两个季节 叫Travelers 我觉得都其实好看的 开头头几集就有些要捱的 他就说的一帮人 其实都老生常谈这个桥段 其实在未来里是回来的 是有添人 是有添人 在未来里回来现代的 跟440的剧情一样 就是未来的人发觉地球就快来 刮柴了 所以他们要回到过往那里 把历史有些东西要修改 就是希望我们就会乖乖地 把地球走回正到正轨了 就不会毁灭了 云云这样 他们回来的形式 就是将意识传送的 但是他们会选择人的 譬如说当我面前这个Isaac 他原本根据未来的历史 看到这个Isaac seat 其实今天也会死的 是的 他就说既然你也就死了 既然你也会死了 就不要浪费了你的欲区 未来的人就会选择你这个就死的个体 注入意识 是的 将意识倒入了你 嗯 那你就会突然间有一下 醒醒之后呢 你就会变成那个 用Isaac的欲区 但是未来的人的意识 就是用你的身体去做事 然后就尝试 阿嫂以后就觉得你说话永远都很精神 觉得你人性化了 好了 故事就不在这里结束 重点就是说 那这群人呢 为什么可以这么精准地计算到 为什么可以选择到 2018年某年某月某日的人 应该是适合做这个位置呢 因为你要计算一下他的背景 他的社交圈子 怎样去做到他 应该要负责的任务 那这些任务呢 那些任务呢 那些使命呢 也很复杂的 有很多组织的 全世界的 怎样可以 例如唱歌手组 去互相配合 达到他们的大目标呢 那原来呢 这条路子呢 我觉得也挺正的 就说在未来呢 有一个超级的智能 他已经可以做完这些运算 而是帮你们决定 那所以说呢 整个人类的命运呢 掌控权呢 是交给这个智能的 这个 我也不是幻想的世界 可能在很多外星的资讯 都在说 尤其是说 不是纯走灵性的 又会走科学那些 即是高智的外星人 他这个世界 其实很大部分的东西 叫做外判了给AI去处理的 因为有些事情 可能太大太复杂 太多需要配合协调的时候 那些设计 是的 这个 找到AI指揮 是最有效的 以及最简单的 是的 但是那个Travelers 这个剧里面的讨论呢 坦白说 这个剧我都拍了一半 嗯 但是这些设计也很棒 以及引发你想的也很棒 嗯 他其中就是说 那个未来 其实是有一个 他们有内战 内战呢 就是两派的人去斗争 一派就好像你所说 觉得 将这个主导权 或者这个确认 要协调 要计算 远远远这些这么复杂的东西呢 交托给这个超级AI 是一个最合理 合成合理 最理解的决定 应该是这样做的 嗯 如果人类不想走向灭亡呢 根本应该唯一的路就是这样 嗯 另一边就觉得 无稽的 人类 是神圣的 我们这个物种 没有可能将我们的命运 外判了给一个人工智能 就算灭亡 都是我们人类要走的路 是的 我们自己自找的 吹咩 其实就是这样 嗯 所以就 我也觉得大家值得 看看这部剧的 讨论这些 虽然我已经爆了最精彩的 是的 所以我想其实就不用看的 是的 所以就是 那条线在哪里画呢 我们刚才说的轮回 都是意识下 再去一个肉身 嗯 当然又回到刚才说的卓比 大家都觉得 不可能是人 但其实条线是怎样画呢 画在哪里呢 还是其实根本 没有条线呢 有 因为我觉得 任何生物 它是 就是 就是说 我就算坐在那里不动 我都在用能量 那我一动 我就用更加多的能量 然后 我做事是为了什么 是要补充我的能量 然后令到我可以继续动 那我动又为了什么呢 那我动又为了什么呢 那除了为了找食 然后为了动 动完之后找食 之外 之外 就是想用来 体验一下 作为我这个设计 是怎样去存在呢 你说的是人的定义 不是 所有生命 所有动物 当是 嗯 动物呢 我不肯定 我的狗 虽然哥哥身 有没有做过 你刚才所说的 最后一点 就是它感受的 存在的意义 我不肯定 但是你说 人对人的定义呢 都合理的 但是我也不肯定 是不是所有人 都有做过 或者是在做你所说的 这个定义 是不是真的 每一个人都 会去感受它 它存在的意义呢 还是其实可能是 很多人 或者不少的人 都只是做前面的部分呢 它为了令自己 可以继续生存 就是自己保持 或者生命 不是 其实是 你可以是 很简单的 存在意义 就算是 就是 不要死 也就是 你想想 这个 《崖上的波依》 那首歌 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它原本是一条鱼 然后变成了一个人 然后说 咦 原来有手 真的过瘾了 原来我是可以用这个肢体 做到这些动作 真的过瘾了 这样已经是存在意义 那首先它有我的意識 是啊 那你應該是每一種動物都有我這個 計劃在這裏 但是它知不知道有我呢 就另一回事了 如果那個AI那個智能發展到它 可以感受到它這個我這個意識 那又怎樣呢 那它是一個意識 但是如果把這個意識有辦法 傳送到 上載也好 下載也好 傳輸也好 去一個人的肉體 那那個是不是一個人呢 你可以說是一個人 我又是了現在 你的龍門又有點丟 生命就是要包括這個 一路向前是為了要賺食 賺食完之後就要B型一個人 這兩樣東西 如果它沒有了賺食這個想法 就是說我插電鍵就行了 我其實不用做事了 我沒有運吃我就不用做事了 其實我覺得現在 譬如剛才你說那麼多那些 都是很哲學性的東西 那很難有準則和答案的 因為這些未發展都這樣 但是我覺得對於AI 就是其中一個很大的一部 就是我之前看了一部影片 叫AlphaGo 大家都知道 就是AlphaGo 剛剛 早一年就挑戰這個圍棋 因為以前呢 在所謂超級電腦的程式裏面 都是可能挑戰一些不同的遊戲 可能西洋 始終它是一個有限的步數裏面 它是計算怎樣 是有一個必勝的方法 而圍棋呢 就是一直以來 那些圍棋手都覺得 是沒有超級電腦 或者沒有AI 可以在這一段時間 可以贏到人的 因為在圍棋的那個規則情況下 所有之後衍生的步數 是天文數字的 就是總而言之是 天文學的數字都沒有 當它是無限的 所以是沒有 應該是不會有 這個 電腦 或者AI的程式 是可以抓贏人的 因為尤其是在說 抓圍棋 很多時候是有一種 難以說的直覺的 是 這樣放下去的 但是以前一直 真的沒有超級電腦 在圍棋方面 是可以贏到人類的對手的 但是剛剛那個AlphaGo 就是 是衝出了這步 他將 韓國最出名的那個 旗手 第一位的旗手 李細石 是以這個 五盤 五盤裡面呢 他們是贏了四盤的 而人類選手的李細石 為什麼贏到其中一盤呢 是因為那個電腦是出現故障的 是的 真可憐 其實就可以說是 五比零是可以炒了人類的 全KO 所以對於這個 AI 對於這個超級電腦 是一個很新的一次突破 就是 原來他們都可以在 利用這個大數據之餘 再利用這個 永遠都計不到數據的情況下 他們都可以做出到 比以前更加高的東西 他會是經過 慢慢的學習 是會越來越聰明 最新的突破就是 它是可以根據經驗 根據之後遇到的東西 去慢慢去存下一些智慧 我覺得這個最大的突破就是 如果AI去到可以有智慧 然後再去到後來 可能它是可以根據有智慧 怎樣自己再去進化的呢 我覺得這個是其中一個很危險的事 我覺得已經是比我這個物種優秀 比我 不是我這個物種 我自己 是的 我做人做了幾十年 都可以起床好趕時間出門口 然後都是兩隻個穿著 同一個褲筒 說一聲糟糕 然後他們在那裡彈幾下 那麼多年來都沒有在這個經驗中 學習到 然後成長 如果你說可以憑經驗到 跟著進化 然後令他之後做的一些決定 或者做的一些動作 是比之前的更加優越 是的 這個是很厲害 很多人都做不到 那變了 譬如現在在說 就是更新的電影 普羅米修斯 剛剛新的電影叫做什麼 Covidant 是的 其實都是在說同一件事 是的 就是當一個智慧 就是不要當他在說有沒有意識 只要他可以去到一件事 就是他原來可以存在經驗 以及可以升級自己之後 那件事就是很容易失控 所以回到Antonio Banderas 主演的《Automater》 就是他第二個原理 就是不可以自己去修改自己 或者其他的智慧 那他就是破壞了這個計劃 我想回去說 剛才你覺得 有一點而太哲學那件事 Isaac 你不是說 所有的生命 你說起碼是動物 是的 就是要在能量方面補充 是的 然後其實會不會可以翻譯為 最終就是令自己有機會生存 可以 可以生存 繁衍也是下一代 是的 生存和繁衍是兩件事 那你一說 其實我即時想到就是 譬如你新紀元界或者其他 不是新紀元界的 譬如你道家修煉 成先 目的都是令到你可以 超脫你所說的這件事 最初可能是用很少的東西 去補充你的能量 然後你可以慢慢 甚至不需要補充 不過其實需要補充的 可能是說氣 是的 曬太 但是令到你可以 無止境地生存 那如果是進入了這個狀態 或者譬如現在 新紀元也有說食光 那也是令到你的身體 可以無限量地青春化 那其實也是隱喻著 有一個長生不老 或者近乎長生不老的狀態 那如果用這種存在的形式的話 那這個還是人呢 因為違反了 剛才你所說的那件事 而且他還沒有這個繁殖的慾望 雖然他都應該可以選擇繁殖的 我猜 因為你如果修煉到 但原來是繁殖的 即是又不用吃飯 亦都不想繁殖 其實我不肯定 是不是會修煉到那個地步 就是不想繁殖的 我覺得這個套餐未必要包 但是起碼就已經超過了 超越了你所說的 那個基本的定義了 那他就要想 那我存在為甚麼 那這就是另一件事 我剛才你所說的這個繁殖那裏 我在想著 那你繁殖那個人工智能的程式裏面 就已經寫了我要繁殖了 還有我要不斷進步 是在一些 在一些項目裡面已經包括了 那如果 或者應該說一些前設 是的 前設了 前設了 那如果有一個AI 他懂得做一百樣東西 然後有一天 就當他是有時間性的 即是說他會記下順次序 記下他做過甚麼 然後他又可以不斷地翻炒 看看我做過甚麼 這樣是在他心目中是一個時間性 好了 那我有一百樣東西可以做 我現在要做甚麼 他怎樣決定 隨便抽籤 隨便抽籤之後 他覺得這樣有沒有意義 什麼叫意義 為甚麼我要做 其實我可以甚麼都不用做 他可以算法到這樣的 即是好像AI的大衛像 其實當然是想法哲學的 忽然之下 對 手機 那就過了幾百年了 是的 可以 即是AI是也可以手機的 因為我如果一直聽我們的討論 他根本跟人不太大分別 即是我們一般 凡夫族 對人的定義 我其實想到那個位置很遠 即是如果AI 去到他連人的 即當是 人的所有應有的東西 他都有了 但是他又同時間充滿了智慧 有無限的可能性 即是我會覺得 好像我們這個物種 好像在 在普羅米修斯裏面 異形裏面這樣說 即是被淘汰 我又覺得好像理所當然 嗯 是的 即是有一個更好的物種的東西 是 即是 進化領先過我們 被淘汰 我又覺得好像我自己 心甘命抵 都應份 是的 都應份 我覺得都 到位的 普羅米修斯裏面 還有他之後那一集 《聖約》 《聖約》 那個討論都很成熟 是的 即是 尤其是你看 Michael Fassbender 又英俊 做那個叫David 還有那個角色 又是看下去跟人一樣 雖然不知道割開他有沒有電線 那他那個 他有前設的 他當初做出來的 叫做Maker 都應該有些基本的指令 希望他 起碼第一件事 我相信都會令到他是要 自有保存 需要保存 他能夠生存 但是去到一些位 可能是因為一個開放的前設 亦都可以讓他決定 有別的目標 那又跟人的意識 的進化是相近的 你起碼 譬如你說一個Baby Show 第一件事 就是起碼生存到 繁衍後代 那麼再進化的時候 可能他會發覺 原來 作為一個存在的個體 我是除了生存 和繁衍後代 還可以有別的前設目標 譬如說 找到自我價值 我覺得有尊嚴 那麼再進化一些 可能 我要令到他人都有尊嚴 令到我們整個物種都要繁衍 尊嚴 諸如此類 再去到 可能就說 你可以選擇摒棄這些前設 你再選擇 然後就會進入你所說 嘩大衛像這樣 500年不要動 然後想想做什麼 是啊 就是你剛才邪惡這樣說 即是AI變軍事 就是Terminator 但有時候都可以很Matrix 可能AI懂得自我發展 有智慧的時候 你突然間 原來下一代的佛 其實是一個AI來的 其實沒有人知道是下一代的 有一個裂盤了的佛話廳 原來他是AI 他不是人 佛是佛 是的 那 那那一刻怎樣呢 即是他又怎樣處理呢 我真的當他是一個神仙地拜 還是那個AI又是鎖了呢 但他可能說滿口 每一句話 都是有如佛陀在世 那你怎麼辦 身為一個 即是這個要問一下方丈 要問家人方丈 小器還是不小器那個 小不小器都好 然後你真的 遇到一個 遇到一個小器方丈 突然間遇到AI 即是他跟佛一樣 他連小器那樣都沒有 連小器的方丈都說 我今次下放 我對於這個佛真的頂不住 那怎麼辦呢 即是人的所有的 後面的東西 真的完全崩潰了 是啊 是啊 其實小器那個人的生存目標 是很清楚的 但是 很專注的 是啊 很有方向感 是啊 但是如果你存知的時候 你就會沒有生存目標 因為沒有生存這個概念 是啊 是啊 即是等於那次那個什麼 什麼 誤 開誤不是你想像中的那樣 嗯 如果那個人突然之間全知了 他就沒有這個生存目標 但是他都可以選擇 之前 任何一層的生存目標 都是他生存目標的 是啊 他有得選擇 因為所有的東西開放開 他可以不選 也可以選擇 是啊 也可以再選新 或者完全不玩 這個選不選 即是 有沒有潛設的遊戲 都可以不玩 是啊 所以就是普羅米修司裏面的David 他可能 可以探測他再進步的時候 又如何呢 好了 那個其實我相信 可能國序都有一段線 但是如果把他的意識 放在他人體裡面 無論是 好像Traveler所說 選擇一個原本真是肉體的人 不過你快死了 下載到你 還是說你用科技 複製量也好 基因工程也好 什麼都好 做出來的過體 然後下載過去 或者上載上去 那你怎麼看呢 當然 去到這個位置 可能聽眾已經在罵 說低能的Peter 即機械人和人 怎麼會同樣的 我心裡面呢 人性的部分 我覺得是兩件事 但是再想清楚一點 其實會不會我們人 都是被造物來的 可能是 是啊 某程度上 我們都是AI 是啊 我們這個也是機械人 只不過我們是生化機械人 是啊 那會不會可能 那個宇宙的歷史 就是說 好了 然後呢 到我們人類進化的時候 我們做這些AI 可能早期做到Sophia 雖然Sophia 這件事也有得談的一會兒 嗯 做出來都硬斑斑的 然後慢慢 可能就好像 我剛才說 由卓比 那個情況進化 然後 對 然後可能 Better Star Galactica 它們又可以由一個浴區 再交換另一個 其實 其實Bestwell 那你再加一加 就可能在超級化碳 那個程度 人都可以不斷轉換身體的 那些AI又可以轉換身體 它轉換身體 你跟人 你人如果做到這樣 跟一個 另外一個 跟你之前的你一樣的肉體 那 那科技可以做到 你做出來 讓你去用 Auto Carbon那個 可以繼續 上載 讓你可以長生不露 那個肉體 可以用來 傳送一個AI的智能進去 Auto Carbon 裡面 其中一條 是挺正的 就是他們的法律是不行的 就是有個人 就是複製了自己的意識 再放進另一個複製人 是 然後出來變成 那些媽媽兄弟 就兩個一起合作去犯罪做事 要想一下 是不是很合拍 跟你打劫那個人 是跟你想的一模一樣 沒錯 那會不會互相打擾對方 那如果我再想下去的時候 人類的科技 可以創造到一個 根本跟人 無論看下去 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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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分別的一個個體 但是人工整出來的一個意識 就是患事 那個意識又好像進化到 Promethius裡面 那個David 嗯 那會不會可能 那個物種就會變成 我們原本那個人類 然後他又繼續創造他的AI 出來 一代一代這樣傳下去呢 其實會不會是這樣呢 是啊 尤其是當那個AI 如果他連一些很人 撇除的意識都沒有了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 我就是很想精進地繼續 develop一個再新一些的AI 再進化的AI 是啊 那如果可能他就是設定了一個 就好像人這樣 他就是設定了一個 rule 就是我們是要每一代的進化下去的 只不然人可能用我幾十萬年幾八年 才行這個進化的 但是他是不是的 總而言之我每一代都已經是厲害很多的了 你想一下 如果這個AI 想著自己每一代都厲害很多的時候 喂 不出五六代可能他已經是 就是 那個級數已經是 幾何以外的級數那個跳躍 那我有想過呢 其實都不是我真的想出來的 都這麼多年來看了 《古靈精怪的書》裡 啟發出來的 可能我們這個物種呢 就一直進化 過程中發覺 哇 真的是我們人類不斷自相殘殺的 經常都 然後我們的科技一天發覺 原來這個要自相殘殺的程式 這個前設 是植入了在我們的DNA裡面的 然後跟著呢 還有辦法可以從DNA裡面 拿走了這個前設 那你就發覺呢 就推敲到原來是有我們的創造者 可能是一些外星人 特意植入這個前設 去等我們慢慢進化 然後跟著呢 去自省 科技又進化 讓我們發覺 其實呢 這個是前設之一 你可以拿走它 然後呢 拿走這個前設之後 人類就不自相殘殺了 然後就不斷高度再進化 然後就發覺呢 原來他們成為下一代的創造者 又或者好像埃成這樣 突然就發覺 我已經沒有人生意義了 對 就算娶了阿嫂也 可能是這樣 其實遊戲 可以 可以是這樣 可以是這樣 這就是第三點 哦 三點已經盡路了 是啊 這樣啊 都說得差不多了 那不是說完了嗎 就是這樣說 因為一開始說 決定說AI探討這個問題 就知道 其實是 永遠都探討不完的 其實這個是很哲學性的 那只可以說 我們說出來 我們看了那麼多戲 那麼多東西 我們的想法 那樣 或者就是 講回現在AI的發展到去到什麼 就是可能去到AlphaGo 或者其實 剛才我們都忘記了家 沒有說我們在電視播放的Sophia Sophia 我高速講講 Sophia又有一間 叫Handsome Robotics的公司 去做出來的 原來Handsome Robotics 是住在香港的 在科學園那裡 是 那未必是香港公司 是的 是的 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相信大家 聽眾觀眾 都應該看過 關於Sophia的片段 那些我不說了 我想說回 我在網上找到的一些新聞 都不知道是花邊 還是蕾子邊 還是什麼 是2018年1月的新聞 就是有其他一些 研究人工智能的人 就評擊 說Sophia 這件事 其實根本就不是大家 能夠接收到那個版本 說她有自己的智慧 是有情感 可以體驗很多東西 可以學習 其實她某程度上 只是一個 類近一個 比較體內 像一個人 類似Siri的東西 嗯 那就是說 她平時的對答 那些反應 其實都是預計的 嗯 甚至呢 也都是 我不清楚你說什麼 是的 那類的 而因為Sophia 也有自己的 Twitter的帳號 是有人幫她寫的 而她的訊息 其實呢 很多都是她背後 是有人幫她寫的 是 而是造就了一個氛圍呢 使得市民呢 根本分不出 究竟這件事 是有多真有多假 所以其他發展 人工智能的人呢 就很反感 覺得這間公司呢 整個市場方式呢 是使得一般的市民 是誤解了究竟 那現在的人工智能 發展到什麼 什麼的地步 嗯 還有現在現後的人工智能 究竟可以做到 或者做不到些什麼 是令到大家反而是 和現實脫了截 嗯 報告完畢 嗯 啊 有一件事我想說 就是根據你剛才說的問題 就是 那個 那個AI 和 生命的分別就是 他這個生命是 是會感覺到 他做的那些事情 有感覺 那就是說譬如普羅米修斯裡面 那個機械人 你可以假設說 他向前走的那個目標就是 為了個人 知道更加多東西 個人 自己進化 個人 但是進化 不是 個人是一個感覺來的 這個感覺是支持他去進化 如果那個AI本身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那他就變成一個 程式來的 他進化下去 一路進化一路進化 但是那些東西 越來越多 但是沒有用 這個就是可能好像 Gosh in the Shell裡面 那個故事這樣 就是會不會那個AI 進化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發覺 是啊我 怎樣進化都好 但是我就是一天沒有感受 沒有感覺 我為了進化得更厲害 我就是需要跳進去生物界裡面 或者我要跟生物界融合到 如果科技去到某個地步的時候 其實要製造這些感覺 其實不太難 不是啊 感覺是 感覺可能 不是在物質上面的東西來的 這個有得爭的 我是比較 感覺型的 當然是覺得 除了一堆的 Brain Chemicals 和一些賀爾蒙 加在一起 那個化學作用 生化作用之外 還有別的東西 但是其實 未必個個贊成 我也不肯定 這是不是一個真理 嗯 那譬如你看回 我們生物那個進化史 由不同的神經細胞 產生不同的Brain Chemicals 可能譬如說 做到某些Brain Chemicals的影響之下 它就會是生氣的 所以會想攻擊其他物種 或者會保護自己 恐懼的時候會走 其實這些純粹是 一個生化層面的東西來的 你看到的是反應 不是感覺 嗯 感覺是你和嫂子的 這種感覺 是嗎 感覺是自己才知道的 感覺是自己才知道 但是 如果你去 去否釋 大部分有這些感覺的人 他真的確實是有這些 Brain Chemicals 有這些荷爾蒙 是的 那譬如說一個人 愈快愈悅的時候 會有大量的血清素 多巴胺這些 這也是一個事實來的 那如果你的生化工程 可以做到 哦 這樣的情況下 它會產生這些多巴胺 會產生這些血清素的時候 然後跟著有感覺 然後憑這些感覺 可以幫你決定 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這個也不是太遙遠的事 是的 我的智慧也可能發展到 就是我跳入一個生物界 一個複製人裡面 就是 我要嘗試一下感覺 什麼開心的嘛 我就要感覺到 又有血清素 又有多巴胺 即他也會知道這些 這些資訊的嘛 尤其是當他 如果他是可以 累積智慧 還要說 他可能是 懂得自己保護自己 每一代進化 長生不死 那麼可能他是觀察了 人類世界一億二千年 然後他才再跳入這個生物界 那麼他就成為一個 新的物種 是的 還有你們記得 之前我們很久之前說 Edgar Casey 那幾集 中間有討論過 Edgar Casey 他頻道回來的資訊 說那時候 這叫做The Thing 的東西 The Thing 就是他本身是沒有肉體的 但是他們又嘗試 原來可以來到這個空間的時候 用一個有肉身 有身體的形式去存在 然後最大給他們 過癮 過癮 就是他們感覺到 那些脂肪和荷爾蒙 在生化層面 令他們有感受 有感受 所以他們就慢慢 對這種用肉身形式 存在的方式 有感覺 有感受的形式 開始上癮 令他們開始慢慢 不喜歡用肉身的 即是純意識 他不喜歡用純意識 嘩 這麼痛 是的 真的 他就是這樣說 Edgar Casey 就是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又是 那條線又再 矇了一點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真是一個 真是一個八卦 即是一刻裏面有一百 其實可能在這個宇宙 那樣東西就是 當你上升到 撇離肉體 一段時間 成為純意識的東西 這個可能是 我們現在有肉體的人 追求 到你 變成沒有肉體的時候 又可能回到頭 你又想追求有肉體 是的 這個可能就是 永遠看過癮 還有你所說的過癮 你說過癮在修師裏面 或是聖略裏面 那個David 他因為過癮 作為一個驅使他 向前走的動力 這一點是挺有趣的 因為你不同的 brain chemical 組合有不同的感受 一般人都會覺得 通常是一些快樂 或者愉悅 或者覺得很 blissful的感覺 是一個大的推動力 但其實未必的 你可以選擇追求憤怒 或者追求極度的恐懼 極多的神上線做 這個就是我們的推動力 這個要看整個物種 教你怎樣 或者你的選擇 其實是可以有選擇的 哇 你說的是一個好笑的 真的 如果有物種 他們沒有我們所謂的 所謂的好壞 剛才我們也是稱為 憤怒是不好的 開心才是正的 這是我們的標籤 是的 如果整個星球 你看到他們 很生氣 很生氣 這個星球就是全部都很生氣 這些也是所有的 不要所有 大部分科幻片裡面 所描繪的世界 你一定有邪惡那個 邪惡那邊的勢力就是 追求那種憤怒 消滅了人的時候 甚至所帶來的那種 就是用強權破壞 摧毀 那個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 那種平靜的快樂 很多都是用憤怒先走的 即是大家追求同一樣東西 不過是用不同的方向去追求的 背後的那個引擎推動 那個引擎 那還有些 如果你是喜歡想事情的人 你的過癮的地方是那個緊張 就是在你沒想到之前那種辛苦 那個張力 是的 那個是過癮的地方 我感覺到了 我看著你我感受到了 是的 幸好我不是這個類型 我看得出應該你是那些 他很興奮 你的荷爾蒙在滲滲 很害怕 還有沒有補充 那 他興奮就反了一下 是的 那今集 AI 即是這個話題是夠你興奮一輩子的 是的 爭不清楚 是的 還要 那Peter有沒有補充 我可以有 可以沒有 那我就本身沒有 因為我看你們 是的 那如果是 看時間 那這集差不多 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是的 那我們去吃東西 收拾 好了 那各位聽眾 那如果你還有想到些什麼 更加爆的事情 給Isa去想 或者有些什麼資訊 那歡迎你 在我們的討論區 又或者是私底下 就私信給我們任何一個人 可能去develop出來 可能想到另一些東西 可能是補充的 可能是補充的 即是補充了一些東西出來 是的 那今集時間是這麼多了 好的 拜拜 拜拜 拜拜